漁夫帽短裤男的窃賊打開車門 把手伸進車裡偷東西 囂張窃賊根本不管躺在後座醉倒的人 當成自己的車上車關門搜刮財物 行盡大膽的振興嫌犯 挑準了酒店酒吧一條街 看準了駕駛人在副駕駛座熟水 也敢打開副駕駛座車門進行刑切 上午7點林森北路酒客遭喜劫 但這可不是唯一個案 另一頭監視器也拍下 一名男子蹲坐在路邊 窃賊就直接大膽上前 伸手搜刮罪客身上的財物 東區酒吧旁醉茫茫的男子 坐在機車完全碎死 嫌犯也是趁這個時候洗劫財物 今年3月開始 大台北地區傳出多起 喝醉客人遭到干洗事件 被害人重要的物品卻沒了 我起來的時候 是東區的光天花之下 我見完我的手機跟現金 全部都不見了 警方聯手調查發現 在台北地區不斷洗劫罪客的 就是這名54歲的正姓嫌犯 專挑喝到沒意識的罪客下手 尤其中山區居酒屋日式酒店多 就有罪倒的男子被偷將近6萬元 信義大安到中山 刑切超過30件 警方巡洩在南港逮到這名大盜 這個犯嫌在本霞尋找這個目標 還沒有下手之際 將其棄貨 正姓嫌犯一貫手法都是先假意裝熟 親聲喊叫被害人 確認沒反應後立刻洗劫 每個SOP貫徹到底 也提醒民眾小卓可以 但別醉倒了 連錢都不見了 記者謝耀珍 梅凱婷台北報導